对投资者来说 选股不选市 而且还不看淡市场的人气 重点就要找出那20%的标的 对 因为我就跟他讲说 因为中时务今年就是很奇怪 他换股 他会换股 那另外一个呢 他的资金上面的比重 就是没有像以前那么多了 他是一个事实 因为就告诉你说 在今年里面来讲 他就是50 他就保持50 70 最高就是70 没有到100% 就输回来 然后他就开始去做换股 那我们在这里面 我不知道现在的外资的 买卖超出软美 你看他外资就很清楚 像我一开始为什么跟他讲说 你的金融股要从长变短 你要想想看 在这一波里面 外资是一直卖电子 一直买金融 那如果他还要提款 他会从哪边提款 再从电子提 还是会提到金融来 今天的外资就提到金融圈 从有肉的地方 对 那你看 我今天也看了一下投信 说实在我看投信的买卖超 我蛮好玩的 为什么会蛮好玩 就是他很会追高杀低 然后另外一部分来讲的话 你可能也要考虑一下 他是不是有一些 譬如说ESG的ETF 或是高股息的ETF 他的一个考量在里面 所以投信的买卖超变得很复杂 所以这里面你可能要稍微留意 今天的金融个股 在卖超盘盘里面就出现了好多档 这是大家自己留意 那我们拉回来 我在今天里面来讲主要谈的是 就是说不管你要传产 不管你是要金融 就我个人的一个感觉就是 你就是买有营收有获利的就对了 你买第一季淡季不但对 所以我们在今天里面就来探讨一些第一季 比去年第四季还好 或是三月份的营收比是创历史性高的一些的个股 我们先看一个叫2233的羽龙 羽龙这档个股 运来磨 我觉得现在台北股就运不好 全世界就是这样子 如果说他的本命好 他的营收好 我觉得很浅 他始终他还给他一些的公道 比如说2233的羽龙 车用客户的拉松的比重 他是往上走的 他去年已经比前年开始恢复成长 但他的三月份的营收续创新高 为什么讲续创新高 因为一月就创新高 三月再创新高 而且他三月份 你月增的幅度不小 二乘四 年增是一乘五 第一季比去年的第四季 季增两乘八 你说这好不好 这真的是蛮好的 年增14% 所以他单季第一季 就已经会跳到多少 两块四到两块六 那你两块四到两块六 你一年四季 那基本上他今年就是一个股本以上 那而且营收 我说这个还不是最高 他到第三季 可能单季就要到三块钱 虽然营收获利足迹创高到第三季 那以他今年的获利来看 他大约是在12块上下 各一块 就是11到13 那如果是这样子来看 他今天大概收在110几 也就是说他到目前为止 他的本益比只有10倍 那你觉得这种个股上面来讲 你的未来里面来讲话 是不是属于进可攻退可守的 而且他是在低机起 那你看他在这边 那如果说他这一根红棒都不吃掉 也就是说大盘他是探底的 但他是守在所有均线之上 那这个如果均线纠结 你看他这边出量了对不对 他开口能够向上 那就是一个多头排列 会去挑战他 因为我说他的获利是要占新高的 所以理论上他长线上面高点还很远 你就有操作的一些的空间 这是观众朋友留言 我们就选择本益比10倍都不到的股票 那你获利是创新高的 那你觉得他这种在汽车族群之中低不低 那就太低 那你说那汽车族群这一类型的 非电子的汽车族群 合理的本益比大约是在多少 13倍到15倍 这样你就算得出来了 13倍到15倍 那你就抓中间值 EPS是12块 那我就觉得他的本益比不到10倍 你是可以留意的 那第二个我们再来看看 今天里面其实工商时报有讲 他说可是新唐今天股价在跌 你要去对比 我就跟他讲说 为什么谈新唐 因为大家一直在讲MCU MCU它真的不是一个重点 我在讲说 你要去想看MCU的概念个股 为什么只有他在第一季可以创历史新高 为什么 大家先想想为什么MCU 而且盛群3月份营收比2月份还衰退 你不是报纸上之前都把盛群跟新唐放在一起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你自己来看 就中间的差别在 我说差别在车用营收比 所谓的微控制器 所有的电子用品都要用到微控制器 你NBPC手机都要衰退了 那你觉得其他的会好吗 而且我在跟大家讲 微控制器还会用在哪里 我告诉你很多升级个股都有 对不对 你说泰博到底是要涨检测剂 还是要涨耳温腔 你自己要搞清楚 我没有意见 那我个人认为他还有一个东西叫做 那个伺服器的远端管理晶片 这就是信华在做的 那他的股价比信华便宜很多 但是这也不是我要谈的一个重点 我觉得这个才是我要谈的重点 也就是说美国啦 人不自私天租地面 你知道在最近有个新闻就说 美国不是说你们大家都不要买 不要用啊 不要用啊 不要用买俄罗斯的天然气跟原油 美国公司都在买 买完之后卖给欧洲 欧洲也不敢讲 因为他需要嘛 他也不敢他就买了 就被媒体早知道了 骂得要死你看这样 我说说我说 那英国为什么要跑去基辅 很简单啊 英国也想卖石油给欧洲啊 他有北海油铁 对啊 所以我就跟你讲 这就是这就是政治 那我们操作股票不要管政治 我们就跟他讲说 第一个美国会不会扶持英特尔 要先想会不会 百分之百会 但是英特尔赢不赢得过台积电 我觉得他赢不过 所以英特尔他一定会专攻某一些的东西 他去做 那这个做的这个东西 这个厂呢 应该就是新唐跟日本去投资那个厂有关系 所以如果英特尔未来 就像我以前一直在谈美中贸易大战 一定要去想清楚谁会有利谁会有害 那这个政策是未来美国要扶植本土半导体面 不会变的 不管谁当总统都一样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新唐就是会受惠 好大家先搞清楚 这个才是一个重点 所以新唐回来 他这边就回撤这个大量区间 我觉得你可以留意 他就说外资卖 我告诉你 你有时候看 今天就投信调了一下 外资又买回来 外资买回2000多张 投信卖了300多张 但投信还是一头拉股 那就是来自于长期之中你的思维 这是长期思维 这跟短线上面是没有关系的 那你再来看 他今天是收在160块附近 他今年会赚一个股本以上 他说大家说有可能吗 我告诉你就是 因为他第一季就赚2块多的话 当然有可能 因为他去年的第一季只有赚0.7 去年全年是7块多 所以这个部分大家留意 今年应该会赚10块以上 那如果说是以IC设计 非单纯MCU的个股上面来讲 如果单纯MCU像圣堂 圣群或是松翰 是没有办法给很高的本益比 可是如果你用到 伺服器的远端管理晶片 你知道信华的本益比几倍吗 大家很清楚 那我们就不用多谈 他的本益比就可以调高 调高的看的比较高 而且他获利上面来讲的话 应该是未来还不错 大家可以长期观察 我今天说的一些的重点 那第三个就是我要谈到 其实不是要讲定 要谈到ABF或是说中国封城 我刚刚一开始一直在讲 中国的封城是订单没有了 还是订单延后 假设订单是延后 不是没有的话 那你就在公布4月份的营收 不是叫你现在去买定 公布4月份的营收衰退的时候 你去找买点ABF是如此 PCB它也是如此 那为什么呢 因为3月份营收优预期是创新高 而且他是4月会急缩 也不一定会急动 对上次大家也会说急缩 就后来ABF公布出来 有优预预期 我告诉你 每一次的封城都是 ABF或是PCB的低点 你如果不相信你回去查 上一次封城的时候也是这样 命好不怕命来 那月增34%是优预期 第一季淡季不淡 而且不要忘记 它又不是纯的一个PCB 因为它已经变成头控公司 是全球前十大汽车版 那大家知道像进棚 进棚的去年是0.87 就算跌跌跌跌 现在有三十几块 那电影呢 它去年就1.7 就比它高 那今年是2.3 那你这样的话你就比一比 你就知道汽车版上面的价值 这个进棚我刚刚讲 现在三级 汽车版的进棚 本益比已经快很高 可以到20倍 那电影的本益比 目前只有10倍 今年是2.3 那你最后才会说 你这种就是利空 最好来利空 赶快打下去 你自己去做留意 逢低留意价值型的投资 就公布四月营收的利空的时候 你自己去做留意 然后未来逐渐获利走高到第四季 四月份营收 如果因为封城下来 你可以留意的 那另外部分 我帮大家去做了一些的整理 那我再配合到 法人的一些的进出 就是三月份营收创新高的 电子个股有这几档 那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说 你现在每一天都要 都看投信的买卖操 我随便做个举例 至于我就一直 在之前跟大家讲说 以它的获利120块钱以下 你逢低早买点 那时候投信也是一直在卖 你放投信出来 投信也是一直在卖 卖到108 现在呢 投信又一直买 大概低点投信一直卖 所以我觉得你回归到 一家公司的价值 比你去看法人的买卖操 会更清楚 阿帮你现在去追吗 现在投信今天还在买 一千多张的制宜 你去追嘛 所以这个部分 你自己去做一些的留意 这个部分是 营收创高股去留意的 那飞舰的族群 大概是这几个 那你说 怎么没有冬简 因为冬简三月份 营收没有创新高 而且冬简它有个好处 就我说过 它有11艘的散装轮的部分 那你来看 这个 但是你要留意 它的一个股价 会不会武力局限 拐离太大 那在今天 比较特殊的一些的现象 你有没有发觉 低基期的个股 它对三月份的营收的创高 反应度是最高 随便做个举例 你看9914的梅利达 梅利达里面来讲话 低基期 就这样上来了 所以你也可以留意 三月份营收创高 而价倍低估 网通的股也是这样子 还有钢铁股也在这里面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来讲的话 就是三月份营收创高的个股 那如果它的低进 加一下 现在都公布了 加一下 1加2加3 你自己要去做一些的留意 那原物料概念个股 你们刚才已经跟大家讲 就尽量5月以后 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为什么跟大家稍微留意 因为他们可能未来里面来讲 5月以后就会变成成本上升 OK 那你这个部分 那现在可不可以做 现在当然可以做 现在低价库存正好的时候 对不对 4月份里面还是可以留意的 这是大家自己留意的一些现象 好所以还有加一个 低基期效果会更好 低基期效果会更好 位置店就在 太高 外置看不顺眼 应该是说 高一点大家会怕补跌 就低沉一点的 比较不怕震 像你住高楼也是震的最可怕 好 那留在下一阶段回来 跟着政策走 我们马上回来